情绪是会感染人的 精神 意识和物质是不可分的 什么意思呢 你只要起心动念 一动念 你的物质就会被消耗 所以这时候 你就会发现 如果没有足够的物质基础 其实你的意念 会对你的身体 造成吹呼拉朽的影响 你有时候你会发现 你一个人在悲哀的时候 你会越来越悲哀 越来越悲哀 最后有些人 可能一个没注意就跳了 所以这时候 你只需要跟一个人打个电话 把你的情绪 从这个意思里头干嘛 拔出来 人生你就逆转了 所以各位 千万千万不要跟那些 不断在悲伤情绪 负面情绪的人 打转的人 千万不要过多纠缠 我们每一个人 都要把自己的情绪 控制在一个什么 零度以上 就是要正面 反过来 劝慰一个人 最好的方法是什么 就比如说 我有个好朋友 我有个发小 他就是出不来 但是我很想帮他 劝慰他最好的方法是什么 比如说两个哥们 这个见面了 或者是两个闺蜜 见面了 说我男朋友劈腿 然后这个闺蜜就很难受 男朋友劈腿 就找你倾诉 你应该怎么劝他 你说不要相信男人 男人是臭男人 这下你闺蜜 这下你闺蜜走不出来了 因为他本来就觉得 不要相信男人 男人是臭男人 你还加重他的什么 你就等于是让他在这个痛苦的深渊里头 更加出不来 这时候你应该怎么说 记住啊 劝慰一个人最好的方法 不是讲道理 是比惨 你说算什么 你才批了一个 我大学就批了 他就会觉得 你批了两个线的活得也挺好的嘛 也没死掉嘛 那不挺好的 对啊 他说你不算什么 然后你就很悲伤 他就说 哦 原来世界上还比我更惨的 他就好了 听懂了吗 就千万不要跟他讲道理 说男人就是个臭东西 那完了 这就是要学会利用情绪 这非常重要 其实这一切都跟定位有关系 定位在讲心智之战 就是还没有在物质层面的做什么 在心智层面 我已经让你觉得我好了 所以我们需要学会一个本事 就见面三秒 就让你喜欢我 如果你能做到这一点 你就会发现 只是因为喜欢上了你 所以我便觉得你哪里都好 其实你没那么好 我们公司所有的人 都是在用华为手机 用华为电脑 华为手机有问题吗 一打堆 我告诉你 华为电脑有问题吗 一打堆 怎么可能没有问题 但是 只是因为我喜欢上了你 所以我便觉得你哪里都好 我会觉得人无完能 金无足次 产品也没有百分之百的什么 好嘛 你看 所以华为为什么能打动我们呢 你去想一下华为做了什么 它让你看到了什么 你想清楚了就明白了 所以我们所有的情感 大家一定要学会什么 表达出来